HELLO 大家好 我是MINGDE 一般如果已經上架過一段時間的遊戲 我通常是直接放水流 然而今天這款我想噴 不是我想介紹它 只是因為我剛好看到的這個 2022巴哈精品推薦 喔難道真的是款好遊戲 讓我看看 神話M 遊戲在中國叫做國曼之光 這名字聽起來是不是覺得很狂妄啊 中國的營運商是羽紅遊戲 母公司為上海創司企業 而這間公司對外還會以夢玩遊戲 或者9377遊戲等名字營運 過去存在那款放花手技 或者你也可以叫它 愛玲詩篇的遊戲中有介紹過 所以看到這 我想這個遊戲所謂的推薦含金量 更結就更大款今年最佳多人的 爵士先王的垃圾遊戲差不多了 不過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關鍵字沒有下隊 老實說我真的沒有在巴哈官方的新聞 跟頻道上找到這款遊戲的資訊 所以不排除是廠商為了趁流量自己打上去的 畢竟他只是打了巴哈 可沒有說是誰啊 有可能真的是觀洛英 找了那位巴哈試玩也不一定 目前台港澳的營運商是掛在一間 今年2月剛成立的港商Guriland 但應該還是跟中國的營運商脫不了關係 所以到時候看會不會露出雞腳吧 那下一款 還是認真介紹一下 其實遊戲又是那經典的 紫板加卡牌放置遊戲 依舊是熟悉的介面 沒有感情 全是課金 而光是例匯沒有Live2D 那你就準備注定失敗了 遊戲宣傳的時候還用了個 傳承非物質文化 遺產手遊 這個slogan 真的說到搞虛假廣告跟創意這塊 中國是真的行 怎不乾脆把習大大放進去 他不是最该被奉为中国史诗的人物吗 而看到这个战略风格就知道 依旧是复古重现原汁原味 形容我草草跳过 而扣除掉那些常规的骗人课金套路 后来我发现 这款游戏最好玩的部分就是 在快速登录的时候 居然可以登录到别人的上号 这到底是什么天才的设计 我本来一开始真的还认真玩了一下 结果后来一直跳出被登出的视窗 就觉得很奇怪 最后回到登录机面才发现 我居然可以登录其他人的角色 居然还有这种可以跟人家共用账号的设计 工程师是用脚敲键盘是吧 所以看到这 我还是那句话 这类的放置挂机游戏 如果喜欢的话 建议还是去找那些比较知名的品牌 或者经营比较久的游戏 这种明显一看就是骗完刻一波就凉凉的 实在是不推荐 那下一款 奇珍物语 游戏在中国叫做百世文华路 是以中国历史文物拟人的作品 路板是在去年的11月15号公册 开发商是纸君网路 台湾的代理是要点国际 挺妙的是这间公司是在18年成立 但游戏的代理品牌是在21年才成立的 而我查了一下 本来今年上半年他们准备还代理一款 超神军师 不过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看样子应该是GG了 而让我想不到的是 这款游戏的预约奖励 不是抽什么PS5 哥哥那些 还真的是结合游戏的内容 搞文艺 送玩家去看展览 陶冶性情 这招还真的是没料到啊 而我测试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台版已经上了 所以素材上是入版的 请见谅 但应该是不会差太多啦 尤其课金方面 文物的题材看似不错 但在主线上基本上没有对应的剧情去塑造 都是简单的文艾带过 然后关卡都是那种可以不带脑的 瞎吉巴推的类型 导致最初这个文物设定也毫无意义 你换做什么其他的锅碗瓢本也都能套上 而这方面给我的感觉就像是 假文化输出之名 行片刻之石的类型啊 那先来看看角色吧 跟非匿名指命有点类似 属于薛丁格的建模 平面美术跟3D建模 在办公室应该没有少打几次架 又是这种介于不知道该说不好看 还是好难看的类型 唯一特别的地方就是有些角色的配音 会是地方的方言 但也仅此而已 而当我看到这个旁边的养层界面 就知道这款又是一坨难以言喻的游戏了 除了生平还有万恶的碎片身心 而且那熟悉的图鉴收集也到位了 而游戏中有个任务设计让我蛮无语的 需要到处跑来跑去30次 这设计的人是有病吗 我后来猜测 因为他有设计这个 除了对话以外毫无作用的玩家大厅 想要营造那种多人在线的感觉 所以才会因此设计的那个纯任务 这样新玩家进来就会看见 哇哦好多人 这游戏好热闹哦 而战斗画面 对于在演出跟特效方面其实不算太差 可是当你看到左上角这个可以跳过的功能就知道 高情商便利 低情商占利 而外加刚刚提到过 这游戏本身又没有什么剧情含量 关卡也都是筛奖力跟拖台前用的 又臭又长 导致玩起来非常的乏味 而讲到文化艺术 不只高贵 更是无价象征 这点也充分的体现在课金上面 在界面上面就几乎没有一个跟课金无关的内容 当你点进去活动 全都是要你消费的 原来这也叫做活动 而福利点进去是四档位的除职福利 而其他界面上的按钮 都是活动里面的重复课金项目 硬是要拆分出来赞你的游戏画面 而跟消费无关的内容 除了每日任务以外 就剩下这个登录千道送角色了 而看到这 如果你口袋不够深的话 就四项滚远一点 没钱的话可不配提升涵养战力 而有一款类似主打文物题材 但还没有上架的中国游戏 白骨迷心 台版最近刚结束封册 质量上看起来没有问题 虽然战斗玩法上比较一般 但最大的问题是 投资方我追踪后发现 有他妈的腾讯的一小脚 纵凡你握有千山万水笔下风景乳化 只要沾染了那么点而死味 就等于是要玩家在咖喱口味的答变 跟答变口味的咖喱抉择了 结论 玩法创意万口船 至今已觉不新鲜 手游带有换皮处 个领风骚数百年 真的又是消耗了无味的阳兽来体验游戏 那最后这边来点稍微严肃的 虽然我本人也是秉持了人性本二 看到美好似乎都会现查证怀疑的类型 但作为一个机会都把市面上靠广告买量的厂商 能得罪都得罪差不多的评测频道 老实说我根本不指望谁会来谈业配了 而没有那些包袱也应该是这个频道最大的本钱了 所以有时候对有些游戏有些称赞 也只是吃多垃圾的反哺罢了 更何况这个频道小不拉击的 观看数量老实说也不太好 那些当期能串烂韭菜的垃圾游戏 他们想主推的影片流量 随便都能把我碾压过去 外加那神秘伟大的Google演算法 所以如果真的有哪个厂商来找我谈业配合作的话 我一定会在那影片明白清楚的表示 是商业合作 这也是对一直以来观众的支持跟信任最大的负责 而目前频道也没有出现任何一款商业影片 如果你觉得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是建议你快点左转别看了 却另外找你喜欢的类型 省得疑神疑鬼 害怕被当韭菜哥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冰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